为了让社区内的老旧墙面给换上新的面貌 那里的大名里长自掏腰包 简单专业的彩绘老师 学了里内的四个地方的墙面 来彩绘上卡通造型的可爱涂鸦 这不论是小火龙啊 还是时下最夯的弯腰油桶 阿帕七战机等等 都让原本老旧脏乱的巷道 有了不同的乐趣跟特色 也成功吸引了不少民众先来拍照 看到阿帕七飞机当人不免俗的 要来个经典的姿势 哭嗽一下 拍了不过瑜伙 你还可以像我一样 化身为可爱的蝴蝶翩翩起舞 无论是阿帕七飞机 还是一旁可爱的小喷火楼 生动有趣的彩绘 这些都是来自大名里长黄显堂的点字 让原本平淡无奇的墙面 有了新面貌 这台阿帕七战机真的是很生动 还看起来好像 我们家就是躲在那里 天上飞在天空中 西村这边设计的墙壁 征求地主的 屋主的同意 再来彩绘大师也愿意 来跟我们理学府来认为 因为种种的 而且还考量到巷道 安全性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环 改造社区乌黑脏乱的墙面 大米里长自掏腰包 请来专业的彩绘大师 在里内四处地点 画上卡通风格的图案 不论是可爱的公公婆婆 还是一旁的邮差 搭配逗趣的弯腰油桶 在老师一笔一画的敲手之下 装点社区创造特色 滑锅也很方便 可以拿來這裡錄 都不敢為他沒辦法就對了 很粗糙就對了 很粗糙很好玩 還有警察 有兩位警察 要在這裡幫我們照顧社區 因為他的更暗山愛的廟 暗的地方要有 暗的表現和他的線條 更山要有更山的表現 所以才會立體 很多人都在這裡出立 還有一些這些 這些紅色讓他們去拍照 還減社區美化 單調的社區街道 經過一番改造之後 搖身成為鮮豔活潑 和樂趣十足的牆面 也成功吸引不少民眾 停下腳步來拍照 藉著彩繪改善社區環境 獲得好評 未來地方也規劃了 彩繪里內大名高中的牆面 讓可愛活潑的圖案 充滿社區角落 記者賴秋風 陳昭安 台中採訪報導 再茫川 偏 hostile 體驗 最後一個 谢谢大家